孩子说小时茶叶蛋了 马上安排 哇 今天这个方法做出来 茶叶蛋呢 冰裂纹特别好看 又入味 准备了30个鸡蛋 先把表皮洗干净 多做一些 跟朋友一起分享 然后呢 在冷水下锅给它煮熟 中火煮到冒泡了 改小火煮10分钟 鸡蛋煮熟了 过一遍冷水 这一步很重要哈 再拿个勺子呢 给它敲一下壳 敲碎一点 出来的纹理啊 它会更好看 然后放锅里 加一包卤料包 没有呢 你就放桂皮 八角 香叶小茴香 茶叶呢 用红茶是最好的啦 巧味嘛 就加上四勺生抽 一勺老抽 12克盐 小块黄片糖 再加满清水 我还是喜欢用电饭过来做 首先呢 它不需要看火 然后呢 它有一个保温的功能 放来炉煮东西 真的是超方便的 或是下午炉好了 放着保温一个晚上 早上拿出来的时候呢 它还是热热的 直接就可以吃了 它颜色呢 也炉得很好看 平时我们多做一点 放到冰箱冷藏 这个汁呢也一起泡着 想吃几个 就拿几个出来蒸热 两三天内吃完就可以了 它是属于那种 越泡越香的 看 一打开就有很漂亮的冰裂纹 蛋白跟蛋黄呢 卤得很入味了 真是一口气 而且连吃三个都不想听 喜欢的朋友 你就收藏起来试一下